东方的连线报道 北京这个大阅兵呢 引起了海峡对岸 台湾的强烈关注 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这个问题呢 两岸争夺抗战领导权 和话语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台湾政府坚持认为 抗战的领导权 属于当年的国民政府 纪念抗战的话语权在台湾 而不在大陆 好 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 罗绍和将军 罗将军您好 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罗将军请您就今天 北京举行的阅兵式 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 好的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中国大陆今天在天安门 所举行的大规模的阅兵活动 它的目的是在纪念抗日胜利 以及世界反法基斯战争70周年 那么这么多年后来 到底谁领导抗战的争议 我认为一直是两岸 还有我们国际间 关注的一个焦点 但是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表现 从民国26年到34年 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讲中正 那么在十年前 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曾经肯定了国军领导正面战场 但是也强调了共军他们在所谓的敌后战场的领导 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事实上随着这几年来大量的史实的 以及相关史料的公开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抗战期间 不论是正面或者是敌后 国民政府它始终是居于领导者的地位 那么中共它也不是所谓的中流砥柱 我再举个事实 就是在八年抗战的22次的会战当中 中共它唯一参与的所谓的正面的作战 是民国26年的平行关战斗 当时殲灭日军500多人的 它殲灭了日军500多人的支撑部队 那么此后中共它就转往的敌后从事游击战 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和日军正面交锋的策略 来保存它的实力 甚至变翻的地方的部队攻击国军 来扩大它自身的地盘 那么在抗战八年的268位迅国的将领当中 是有一位前八路军的少将杜兹兹兹长左旋 他是属于共产党 其他的267位都不是共军 好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上次在接受您的访问的时候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观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清楚这一段历史 好的 那么罗将军 大陆阅宾市上展示了大批的先进武器 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 同时也宣布裁军30万作为进一步的精兵措施 罗将军你认为中共的这些行动 对台湾的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习近平他今天的谈话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 我想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的透明度 是遭到西方国家质疑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透明度其实不高 所以大陆的领导人今天宣布要裁军30万人 那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是怎么样裁 是我裁呢还是说将他所裁减的30万人 移到了其他的单位 比如说像公安或者是无警 那么事实上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 军队组织的精简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趋势 包括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 也是朝这个方向来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 并不影响到他的战力 反而呢他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 投注在军事的投资上 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 危害可能更大 好的那么罗先生 中国大陆呢这一次邀请了一些台湾的国军抗战老兵 出席阅兵室 称呢这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一个纪念活动 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 也成为这一次北京的贵宾 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 罗先生 是我想分成两个部分来说 今天的活动啊 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国军退役的将领出席 那么显示我们国军的袍子前辈啊 他们本于这个军员的忠贞信念 也能够做好自我的约束管理 所以不出席今天的活动 那对于连前主席 他日前在大陆有关抗日战争的相关的谈话 我在日前也已经表明了 我们国防部是没有办法能够认同 也没有办法接受 对于连前主席今天在天安门的城楼 管理 那中央民族政府也已经表达了痛心和遗憾 我想事实上 我们今年所举办的各类的纪念活动啊 国军的退将前辈们 他们都非常踊跃的参加 我以昨天我们国防部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为例 昨天出席我们纪念活动的 就有22位的国军退役的上将来与会 所以我想我们国军的退将袍子前辈们 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是非常的正确的 也支持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好的 我们感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